12年伦敦奥运会 大家看到了张继科 以最快的速度 获得了大满贯 创造了一个记录 因为我们12年奥运会的时候 是改制了 比赛赛制改了 先打单打 后打团体 所以我已经算到了 如果说输的这个人 思想工作是很难做的 他刚输完这个奥运会 你让他崩溃状态 去参加后面的团体赛 谁能做到 年轻的张继科能做到吗 马龙能做到吗 可能不一定做得到 那宁肯让 曾经有两次第二的王浩 来吧 我跟王浩下了一个命令 我说浩 你一定要做好 以决赛输给张继科为荣 你必须调整好这样的心态 你王浩才有作用 所以现在真的在决赛里面 王浩输给了张继科 但是在团体赛当中 他起到了中间的作用 跟张继科继续配双打 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我觉得王浩其实很勇敢的 王浩的工心比私心强得多 我只能帮你一切子会订阅 我只能把我打过去的 我真的想让你把我长继续配合 我们用一切子会订阅